2014年iPhone的心臟A8晶片第一次来自台湾 2010年那些第一次的伙伴与Apple和TSMC 传探了 我航出到台湾和吃饭与他们的家庭和 Dr.Cang和Sophie在他们的家庭 那是一位美食饭与我们不是做事与TSMC在那时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谈论 我们谈论了一些可能性的做事与一起的 我们有一个新机构 建设为世界上的研究机构 A14 Bionic 最快的机构 在一个手机构上 如果你们继续成功的话 我会来 今天我来了 2020年 这已经是连续第七年 由台积电制造iPhone的心脏 随着iPhone热销全球 来自台湾的晶片也行遍天下 台积电以先进制成工艺制霸全球 而在这座护国神山的带动之下 2020年台湾整体半导体业产值 上砍3兆元 终于渴望打败韩国 热居全球第二大仅次于美国 台积电把晶片制成 往前推进到3奈米等级 在晶圆片上所刻画的线路宽度 比病毒还要更小 往后看几乎已经没有追兵 不过尽管攀上高峰 竟然还是藏有弱点 台湾其实在半导体的一个上下游的供应链 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是在半导体设备 跟半导体的材料 其实它的一个自己域是比较偏低的 然后特别像是这个材料的部分 像抛光液或者是抛光剂这一些 那么目前其实还是大量的仰赖在进口的一个部分 那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半导体的设备 跟半导体的材料 又是目前全球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需求国 那么占比其实可以分别高达28%跟22% 关键材料跟设备不在手上 在动荡的年代可不是什么好事 台积电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内部设下目标 整个间接原材料 零组件跟后段封册 都希望能够提升本土化生产的比例 如此登高一呼 也将再次把台湾的半导体 推向另一个境界 我们来到南科 看到改变正在发生 Ego你好 欢迎来到默克的半导体IC风光材料分析 应用实验室 实验室里头摆满了各种高科技分析仪器 这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化学制药公司 德国默克大厂 位于南科陆竹科学园区最新打造的基地 那像比如说在这边的话 我们针对材料的接触力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推待机 然后我们可以去检测 它材料的一个接着的一个能力 这台点胶机可以把IC自动贴在机板上 接着还得用仪器不断的推精力 测试胶材接着的强度 另外这台3D雷射显微镜 能够不破坏产品 就能够进行尺寸结构分析 在在都是要在出厂之前 先测试自家化工原料的品质 客户对我们的要求是很top的 所以我们要24小时的待命 你如果说当有任何的原料的需求 你给我一个单子 给我call 我们是20小时可以送的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半导体化学成绩材料的钢瓶备制区 可以看到这里头有好多好多的钢瓶 因为呢我们的半导体化学材料 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非常重视它的安全性 以及要无杂质 所以呢像我手上的这个容器 拿起来沉淀店的 但是里头只能够装100克的化学成绩材料 四公斤重的钢瓶 只能够装100公克的材料 高阶制成原料要求达到了原子等级 不管是抢时效 或者是为了运送涂装的安全 供应商离客户的距离 当然是越近越好 先进制成的材料 本土化势不可挡 半导体未来需求绝对是可预期的 每年将近两个数字的一个成长 都未来的五年到十年左右 所以Merk看到这样的发展 特别是我们国内半导体 也不断的蓬勃发展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更决定在地化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产品 希望能够local生产 以往从美国生产运送到台湾过来 我们现在就在台湾生产 就是要扩大投资台湾 默克高雄厂区一旁这片大空地 在明年就将动土扩建新厂 未来两年 默克在台湾的投资金额 会超过过去十年的总和 而高雄厂的人力也要增加40% 不光是默克 半导体材料设备商 掀起在台湾南部 打造本土化供应链的浪潮 艾斯摩尔在南科设立了 全球首座的EUV技术培训中心 日本幸运化学 砸下了300亿日元 将在台湾新建光组裔工厂 海素也为了 半导体先进制成 在南科成立子公司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龙头 带领了整个 N-DOS的供应链 共同往高质量 高质量 那我想这里 不仅仅是一个产业 有很多的产业 都会跟着 Movin Forward 非常重要 康明是这三五年 才切入半导体市场 才很认真的 切入半导体市场 能够进入半导体跟像台积电这样 这么先进的公司 一起去做一些innovation 还有产品开发这样的一个合作 我相信这个意义大过于 应收的意义 近期政府也希望能够打造台湾 成为半导体先进制成中心 目标也就是要发展 材料供应 以及技术自主化等等 目标很大 要从现在的年产值三兆元 期望能够在2030年 达到半导体年产值 五兆台币的目标 跳跃式的成长 成员人士也看好 现在的南科 就像是15年前的竹科 一切都正在整装 蓄势待发